为什么感觉清朝没有名将 所以说是感觉嘛 你只是感觉清朝没名将 但并不代表清朝真的就没有名将 像傅衡 福康安 海兰察 阿贵这些个将领 说句糟恨的话 我个人觉得绝对不比什么 魏清获取病 徐达气急光差 之所以觉得清朝没名将 我个人感觉 主要还是因为清代的战争 相比于古代更高级 因为古代战争的胜负 更容易受到将领个人战术指挥的影响 即便打的是逆风仗 如果将领能够指挥得当 完全能够在战略层面扭转局势 实现逆风翻盘 以若胜强也不是不可能 而清代战争已经接近于近代战争了 而近代战争最大的特点 就是对将领个人素养的依赖程度没那么高 战争的胜负主要还是由国家的综合国力 主要是由国家的综合国力 中文字幕——YK